下面要講的是化石的形成 這邊前面使了一大堆的字 看看就好了 你生物已經教過了 你的生物課已經教過化石怎麼形成的 跟生物講的是一樣的 所以你回頭去看生物怎麼教就可以了 地科的重點只有三個字 就那三個字 什麼三個字 塵基岩 國中程度 國中程度化石都是在塵基岩中發現 考試問你 下列和打個岩石最可能發現化石 葉岩 大理岩 玄武岩 花崗岩 答案要選的叫做葉岩 因為葉岩是塵基岩 所以國中程度化石通通都是在塵基岩中發現 所以這三個字重要 塵基岩 其他的前面的內容 請你回去看生物 生物老師有教過你 化石是如何形成的 圖上面圖示 看完就可以了 化石有什麼功用 第一個 生物老師用你的研究演化 生物老師教的 第一個老師教過的這個 化跟地址年代 這是後面要教的 這是後面要教的 還有一個功用 叫做了解塵基環境跟氣候 舉例一 山葉蟲蟲 如果你在地層中發現山葉蟲的化石 就知道這個地層是在古生代的時候形成 而且當時是海洋 因為山葉蟲是古生代的海洋生物 所以你發現山葉蟲 就知道這個地層在古生代形成 而且形成它是在海洋 所以了解山葉蟲 下一個是考試考過的 叫做山葉蟲 生物老師有教 山葉蟲是一個很特別的族群 市長在熱帶溫暖的前海中 所以我如果發現了山葉蟲 就表示它當時環境怎麼環境 熱帶溫暖的前海 熱帶溫暖的前海 把這個背起來就可以了 好 這裡的考試題目都很無聊 下列迅速何者正確 所以發現山蟲是熱帶溫暖的深海 錯 前海 發現山蟲是溫帶溫暖的前海 錯 熱帶 你就想一下嘛 台灣哪邊有山蟲嗎 墾丁嘛 台北有嗎 沒有嘛 所以是熱帶溫暖的前海 記得就好了 這題學測考過 學測考這題的時候 課會已經沒有教山蟲了 以前課會有明示 後來沒有明示 他一樣照考古武 就告訴我們 你考的會考是不管課本 他考他愛考 他考他覺得可以考 他考他覺得你應該會 OK 他是不管課本 這是我們的珊瑚 這是珊瑚的功用 還有一個 這個 這個呢 你們在生物課考過 高中的地科也會考 國中的地科很少人這樣子考 很少人這樣子考 但是功用之一 高中的地科會考 你們生物考過 國中的地科很少考 就是連成比對 我們兩個有相同的畫質 表示我們兩個應該是差不多 差不多的地層 我們就可以對照 然後左邊有ABC 右邊有甲乙比 就問你說 A要對誰 B要對誰 然後還會有少掉 就是 對過來 一個對一個 誒他們有不見的 就可能問你說 為什麼會不見 為什麼會不見 發生什麼事情 那個東西又沒有 這就是畫質的功用 比對嚴懲 比對嚴懲 你生物課考過 對不對 生物課考過 就是 你理解一下 你看 最後看一個 三葉蟲化石 因為有人考過 所以讓你欣賞 我照片換 這個三葉蟲看起來 比較 右邊看起來 比較美麗 大家幫你點 我還放過一個 扭曲的三葉蟲 一坨在那邊 扭曲的三葉蟲 三葉蟲 因為考試有人考過三葉蟲 就讓你欣賞一下 三葉蟲化石的長相 讓你知道一下 三葉蟲蟲長成這個 我都看起來很像蟑螂 我都看起來很像蟑螂 OK 反正就是這樣子 就是告訴你 這就是告訴你 化石的功用 第一個 化石的形成 補充程度 要在沉積炎中發現 第二個 化石的功用 後面重點 要劃分地質年代 這裡有所謂的了解 環境氣候 OK 還有比對嚴程 讓你能夠理解 可以嗎 可以 很好